行政長官 香港和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貿易額 每年都增加得很快 東盟自由貿易區香港重要的夥伴 但是香港想加入做成員 就不被接納 因此在關稅各方面都受限制 行政長官我想問的 就是在這方面 你會不會要求中央政府協助香港 以至到我們可以順利加入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特區政府十分鐘 梁國雄議員 主席 我本來想不出聲的 他問了兩個問題 那是不是真的 他就有機會做副司長就可以這樣做呢 益他老闆呢 我剛才已經說 問他用不需要避嫌 他已經問到兩個問題 梁國雄議員 我在等著 梁國雄議員 你已經指出了一個問題了 這麼離譜 梁國雄議員你坐下 我們這個質詢的規定是議員就他提出質詢之後 在行政長官答了之後是可以提出一項簡單的補充的質詢 是就他原來提出的質詢 提出的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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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茂波議員剛才提的第二個問題 的確是開了一個新的題目來的 而且我認為行政長官在回答 陳茂波議員最初的問題 已經答得相當詳細 所以我就認為應該讓其他的議員繼續提問了 何秀蘭議員 是 多謝主席 剛才特首就說了很多很動聽的說話 包括團結 齊心 民主 法治 為香港好 但是我們不知道你是否真心誠意 也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事實 因為有不少的例子 特首你是言行不一致 例如就明報查詢你在山頂豪宅 簽建地牢和花旁的一件事那裡 臨時特首辦就是說並沒有主動去致電施押 只是回應傳媒的查詢 但是根據劉俊濤先生在7月3日 他公開的細章裡面是指出 是在6月19日深夜11點32分 收到一個電話 他當時聽不到 他主段是回覆一個電話 接聽電話的人就說他是梁振英先生 你可不可以在這裡確認跟我們說回 告訴我們公眾和議會傳媒知道 當日後任特首辦所謂並忘了 沒有主動致電施押 只是被動接受查詢 其實是另一個不符事實的謊話呢 梁政長官 主席多謝何秀蘭議員 有關這件事呢 我和後任辦 記憶中因為我收帳沒有材料 記憶中不止剛才何秀蘭議員說的 那兩個表述 我希望能夠找到比較詳細的材料 但是有一點是重要的 有一點是重要的 我是完全配合 和尊重傳媒的採訪 我維護新聞自由 在這件事上面呢 有關的報章也都公開講了 他們從來沒有受到 我或者我辦公室的任何干擾或者壓力的 何秀蘭議員 其實這些午夜空靈 深夜致電 一個報館的總編輯 是有施壓的效果的 但是如果特首在這裡都拒絕 就這個事實性的查詢 作一個清晰的確認 就好像我們過去幾個月見慣的 就是你一就是推程序 現在進入司法程序 第二就是捉字室 花棚花槽都拿出來拗一刀 何秀蘭議員 第三就連潛意識記憶都玩了 請你提出你的質詢 我們怎麼能夠相信 你剛才在這裡那六十分鐘裡面 每一句說的都是真說話呢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確認 你是潛意識在這裡做著事 潛完之後就潛水呢 行政長官有什麼補充 主席兩點 第一點 有關我家裡的潛建問題 這個嚴重疏忽 我會是一次過全面向大家交代的 第二點 我在開場發言 和回應各位議員的提問的時候 所講述的 我們第四屆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 政策和措施 我們會用最短的時間 以施政的成效 來證明給廣大社會知道 我們是講真話 講心裡面的話 一個電話都搞了一個月都未澄清得到 何秀蘭議員 請你停止發言 梁君彥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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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